大家好,我现在安徽安庆,我身后是黄梅系艺术中心 我们到门口来参观一下 这个大门口非常的特别 因为之前常见的都是牌坊或者是大狮子,对吧 但是它这个不是 它这放的是两个大的玉玺 对不对 它这个应该是一种非常好的那种像类似于汉白玉的石头雕刻的 然后这上面的这个字 这边写的我是认识的 流传经典 然后正面这个是什么字呢 朋友们自己猜一下吧 这个我实在是看不出来啊 这边还有 这边是不太好认啊 一般都写的很难认识啊 看一下这个上面 黄梅系艺术中心 这应该是平时唱黄梅系 花钱买进去找座位的 就像人家看的什么大剧院啊 应该是类似于那样的一个地方 对吧 它这个不是博物馆啊 所以说你是进不去的 除非这里面正在有活动 正在有黄梅系举办的时候 可以买票进去参观 就像大城市的那个什么 叫什么大剧院啊 什么什么演唱会音乐厅 应该是类似于那个 黄梅系的话 我查到的资料 它是这么说的 起源于湖北省的黄梅县发展壮大于安徽省安庆市 我从小就听说过这个黄梅系了 就是说安庆这边是它的那个发展壮大起源的地方 所以说黄梅系在我们安徽的话 它这个影响力啊 这个名气是非常大的 不光是在安徽 全国它都是非常出名的 嗯 全国很多地方都有黄梅系的演出 它是中国的五大这个叫什么 剧种之一 金剧排第一 然后还有乐剧 玉剧 平剧 还有就是黄梅系 这是五大剧种之一啊 名气非常大的 从小就听过天仙佩 吕 吕驸马 等等等等 还有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我记得应该也都是这些了 唱黄梅系最出名的人物 有韩再分 还有叫马兰 我记得那个时候就看过很多它的这个叫什么 那个视频资料啊 就是包括春节晚会上面都能看到过很多 所以我印象特别深 到了安庆 那这个黄梅系的文化是肯定要去了解一下的 嗯 最好是能找到它黄梅系的博物馆 它这个不是博物馆 这个应该是演出中心 这边还有一些雕塑 我们过来看一下 你像我从小也听过很多其他的那个什么 戏曲啊 剧种 但是其他的欣赏不太 不太来 但是黄梅系我是能欣赏的来的 所以说这个从小就因为看到过很多嘛 所以印象就特别深刻 这些应该都是类似于汉白玉的那种石头 这上面写的是流浪之女 嗯 天仙佩 特别是天仙佩啊 这个我印象太深刻了真的 嗯 到了我们老家这边这个 这些像黄梅系呢 不用说了 小的时候在小学就有到我们学校来演出的 所以说那个时候都是 哎呀 开心的不得了 搬上那个桌衣板凳 哦 桌子不用搬 你只需要搬上一个 一个板凳就可以了 直接到操场上就可以观看了 所以说真的是特别好 我印象是到我们学校来就是演出的 在我们镇上也演出过 学校里也演出过 所以说哎呀 真的是这次来到安庆的话 要是能现场看一看 对吧 那可就 哎呀 震撼了啊 但是这个的话要看情况了 这马上要过年了 我估计他们是不是都放假了 不然的话你 他们不举办 不演唱的话 你也没机会看啊 为什么我这么喜欢黄梅戏 跟我从小就接触得到 这肯定是有很大关系的 还有就是他的服装啊 包括演出啊 画的那个妆相对来讲 我看着感觉还是能接受的 而且有很多的年轻的美女 那个演员 我记得小的时候看 在学校看到过 那现在留下的印象 都是蓝忘的童年的回忆啊 真的是那种现场看的话 那种感觉真的是 特别的好 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而且视频 小的时候在电视上 也看到过都不知道多少 那么外地的剧种 看的相对来讲 没那么多 对吧 了解的可能也比较少一点 所以说当地的 这个戏曲文化 我们安徽的黄梅戏的话 这个我了解的是 特别的多了 因为看到过的太多了 就包括现场都看到过 看到过好多次了 所以来到安庆的话 就不得不提黄梅戏 嗯 就是 这个现在没 好长时间也确实没有看到过 现场演出了 这个什么时候 要是能看一下现场演出的话 那也算是 圆了一个很多年的一个梦想 因为上一次现场看演出 那还是在学校的时候 那都二十多年前了 行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感谢收看 下期见